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一個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五晚上的10點 在中正大學的競爭競事廣播電台會播出 在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 會有直播之後 在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的網頁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節目 我們知道10月25號 其實對一些稍微年長一點的人 包括在內就叫做台灣光復節 可是對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他說什麼叫光復節 因為光復節也沒有什麼放假 所以很多人不太清楚 他叫做終戰紀念日 為什麼 因為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他把這個光復一個 從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的概念來 跟日本人打仗 然後把它收復回來 就光復節 但是他覺得好像不是這個概念 而是應該終止終戰 其實不管叫做光復節 或者叫做終戰紀念日 其實都是一種從漢人的觀點 從漢人的角度來去思考的這個問題 那你知道嗎 在花蓮其實有個地方叫做光復鄉 那這光復鄉 我不知道這個名字到底是怎麼取的 可是光復鄉 跟我們剛剛談到的那個光復的概念 其實是一樣的字 可是光復鄉 其實原本的名字叫做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叫做馬太沙 那在前一陣子19號的時候 其實在光復鄉那邊 就出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在這個廣場上面噴漆 甚至在這個柱子上面也來噴漆 覺得應該要重新證明 那證明這件事情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 包括很多主張台灣獨立的朋友 都應該覺得要證明 那更何況在台灣更久的一群人 叫做台灣原住民 這個名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今天我們節目當中 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 是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 亞伯書友陳敏元 來跟我們一起談這個議題 敏元你好 各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原車會的 目前是擔任執行長的 雅伯書友 雅伯書友 大家好 你好 其實我們剛剛有談到 在19號的時候 其實有發生了 在工夫鄉被噴漆的 一個在鄉公所前面 有噴漆的這樣一個事情 可以先幫我們簡介一下 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9號的時候這個之前是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聯盟 叫做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 那它這個聯盟是在88之後 串聯就是各個在地組織的一個團體 那就針對一些我們發現 比較及時的議題 要去做一些回應跟一些訴求 那這一次在這個10月25號 就是大家在講的這個光復日 或者是這個中端紀念日的這一天 我們其實過去一直都會有一些行動 那今年的行動 給它定調在是就是就是光復 你光復了沒 自己光復自己的土地的這個行動 那我們那時候在號召的時候 在花蓮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叫做馬太公首同盟 馬太公首同盟 這個就是馬太安跟泰巴朗部落 兩個部落合在一起 就是成為一個公首的一個同盟 它這個這個團體出現的 出現的時候是在前陣子 不知道大家沒印象 就是有一群中國觀光客要去 要去花蓮光復去參加 要表演嘛 就是那時候 對那時候花蓮網就是邀請 邀請對岸的一些少數民族的朋友們 來共襄盛舉 那問題是它這個以立信 就是那個紀念叫以立信 以立信它的在阿美族語 是個禁忌的意思 就是說很多東西是不能做的 那那時候就有一群年輕人 就是號召在一起 然後成立了一個這個組織 然後那時候就是成功的 包括說什麼觀光觀光局 跟後來張正月有出來講說 這個紀念是那麼神聖的東西 對 那一連串的行動 然後讓整個後來中國 中國團就沒有出現在那個紀念的會場 那這個團隊後來還是存在著 那這次知道說我們要做這個行動的時候 他們因為他們就本來就比較更年 就是也算年輕啦 就是說他們那一群人就可能會比較希望說有一些比較具體的行動 那所以在19號那一天晚上的時候他們就去 我們也是隔天才知道啦 就是說去那邊去波七 然後去在上面寫說功夫鄉沒有功夫 然後土底是永恆的國嘛 然後還有他們原本的那個原住民要證明 然後原本那個馬太馬 這是我們講說功夫鄉原本是有兩個部落 就是剛剛管老師有講到就是馬太 就是說馬太鄉 這其實大家目前還在討論啦 因為他當初在功夫鄉這地方就有兩個部落在那地方 一個是我們講的泰巴朗就是打法洞部落 然後另外一個是馬太安就是那個法達安部落 這兩個部落他用羅馬字 就羅馬偏印給他噴在那個鄉公所的柱子上 對那當地的居民看到其實也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啦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我們發現 其實大部分的媒體都是正面的 那鄉公所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個議題要我們說這個證明的議題 其實已經講了很久了 那我們覺得看的是說那個 我們的自己的那個原住民主電視台在花蓮那邊的 他把它簽到是跟選舉有關的 那我們對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是要正式的澄清說 就是雖然說我不能代表馬太公所同盟 可是我可以知道他們說這件事情跟選舉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他真的是針對10月25號這個 沒有光復這件事情來做的一個訴求 那後來這個改名跟台灣光復是有關係的嗎 還是它是什麼原因會被改成這個 對它其實就是也是要紀念 就紀念當初這個台灣這塊土地 真的啦 它的政府給光復 但它其實不只這個 還包括說在在台中的和平嘛 然後在的復興 然後在這時候已經現在已經證明的南馬俠 就是在高雄的南馬俠 南馬俠 對 那個民友民權 民主民權 那個三個就是都有在裡面 那三民主義的那時候 對對對 那時候國民黨來接受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是把一些地名就是改成是 就是他們覺得是復興基地的這種概念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什麼中山路 中正路 中華路這些而已對不對 像高雄市會發現北邊都是台灣 就是中國的北邊或東北的這些所謂的省份 然後比較靠文化中心都變成是比較南部的省份 不是只有在都市地區 在所謂的原住民的部落其實也面臨到同樣的 一種非常強烈的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跟價值 來進行這個改名的這個活動 很多人會對改名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覺得說對啊回到原來的名字 我們從歷史從根基的角度來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認識自己的環境 認識自己的歷史其實很好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為什麼要改名呢 對不對 例如說好我們在念的是我們是中正大選 結果中正大選就好了嘛 那大家都已經行事多年 而且從1949到現在也有50多年的歷史啦 你這樣一改不是要很麻煩嗎 對 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都認為說 就是那個名字這件事情 就是它是一直不斷的在壓在我們的身上 像是說 早期的阿里山 因為我是周祖是來自阿里山 早期阿里山鄉不叫阿里山鄉 叫吳鳳鄉 對那如果說 如果說那時候的就是我們的前輩們 就是27年前的那些前輩們 如果他們也認為說這件事情是很難做的話 然後還是說 大家好我是來自吳鳳鄉的 這是其實就是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還是在殖民的一種狀態下面 那我們現在是要把它恢復過來 那其實我們認為這其實就是轉型正義的一個很大部分的環節 沒錯 我們能夠改的我們去改 其實我認為說即使是不能改 最起碼也是有 說今天我被賦予這個名字 我從來都沒有任何智慧的餘地 那我希望說今天 未來說那個光布鄉能不能變回馬太鄉或是其他的名字 也是要經過在阿美族當地 就是泰巴朗部落跟馬太鄉部落 兩個部落能夠一起來討論 那未來的名字是什麼 那我覺得其實說 就是改不改名其實那都不是問題 我覺得最恐怖的是說 我們已經就是習慣了這個 就是覺得改名怎麼那麼麻煩 或是說已經習慣了這種 那確實就是威權 那我們選擇不改名 然後就覺得說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希望說 在這一次的行動過後 能夠正正 就是能夠開始 開始很正確的去認識到這件事情 然後把這個30年前要做的這件事情 還沒做完了繼續做下去這樣子 我覺得轉型正義不能終止 現在就是感覺好像做一半而已 我覺得我覺得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常常會以為習慣了 或是覺得便利的 然後我們很多東西不去追究 反而是不斷在複製那些既有的價值 甚至一些錯誤或是有的價值 那其實你剛剛特別談到說 你是從阿里三鄉 我們剛剛知道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故事 那其實你剛剛也提到說 納馬夏也是這個改名改回來的 那在過去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能夠把納馬夏改回來 把納馬夏的這個名字 或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阿里三鄉它可以變成無縫商呢 過去的人是怎麼樣的努力 或是當時的政治的環境又是如何呢 OK 我先講比較遠的啦 就是說當初的那個阿里三鄉被證明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是在1987年 1987年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整個援運的這個開始 現在說30年啦 那就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時候 那那時候就有提出一個訴求叫做證明運動 就還我名字 那個名字不只是說我今天叫做亞伯水翁 或者是說那個我的家應該要叫做納馬夏或阿里山這些 那這些東西都含在裡面 那當初在這個東西是政府完全不想理會的 因為其實當初無縫這個部分 他們會我在想啦 還包括說那時候的整個社會氛圍 就好像是說如果無縫也失守的話 那接下來倒楣的會不會變成蔣中正啦 那所以那時候整個環境 他其實還是在戒嚴事情 那其實那時候是很肅殺的啦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 就是整個在1987年之前的時候 就開始有 因為那時候還有所謂的無縫廟的那種 記憶大會之類的 那時候我們山上的一些族人 跟包括說在長老教會 其實這個長老教會在這一波行動 也扮演很關鍵的角色 然後就開始訴求 然後就說我們要刪掉 因為那時候不只是無縫廂 還包括說那個教科書的無縫的故事嘛 這個捨身曲域啊 我們都是野蠻人啊 後來被他感動這個 他們希望說能夠刪掉這個課程 然後能夠證明 然後能夠把銅像拆掉 可是那時候政府當局是完全不予理會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是不是怕說無縫失守之後 接下來換到他們的大頭子這樣子 OK 所以在87年的年底 就在12月31號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群的長老教會的學生 跟老師們 他們那時候就去 其實他們有一點像URM的課程 就是說今天上完一堂課 我們要決定要去做什麼事情 那時候就有人提議說 那是不是要幫忙 幫忙我們周族的族人把銅像拆掉 然後那時候就是整個狀況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反正最後面銅像拆掉之後 加益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在隔年 隔年的3月份的時候 就是正式把無縫鄉改為阿里山鄉 那時候是在88年的時候 然後印象很深刻 就是突然有一天上課 因為我那時候才要上國小而已 然後就啊 我們變阿里山鄉了 這很突然的 那這是這個無縫鄉改為阿里山 這是經過抗爭的 這是有經過衝突的 有祝願的 那在納馬夏這部分 是在08年的時候改名的 那這個改名的原因是因為 在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總統 就是那時候的陳水扁總統 有跟我們原住民族的代表 簽過所謂的新夥伴關係 對沒錯 然後跟04年有簽過一個 新夥伴關係的再肯認 那那個裡面都有一個條文叫做 要依照原住民族的意願 然後回覆原本我們部落傳統的名字 那所以那時候原民會就開始 就是05年後來就原民會成立之後 就開始在調查一些部落山川的名字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現在以前叫三明鄉 其實很多人都還知道那地方叫三明鄉 現在改成納馬下鄉 然後裡面的那時候的民族民權民生這幾個村 都改回原本的名字 像是有一個名權就變成打卡路華村 然後馬來亞村這些 那就是只有 可是我們目前看到就是說 從30年前在講正名運動 然後真的土地被證明的 目前只有這兩個地方而已 一個是阿里山一個是高雄 所以基本上來講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地方 其實還有必須要再完成或者是要去持續的討論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改名字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歷程 剛剛我們的這個我們的來賓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過去有非常長的這種所謂的抗爭的過程 改名有什麼意義 其實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的命名或是每一個地方的命名 事實上都有他的一些文化歷史跟他的發展的背景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呢 我們就要請我們的兒民員亞伯舒友 來繼續告訴我們說原住民的土地的命名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邏輯 或是有什麼的原因 有什麼樣的文化的背景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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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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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周翔 燦爛時光會客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來聯合製播 在每個禮拜五晚上的10點 在中正大學FM88.1的 金森金斯廣播電台當中可以收聽得到 在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N網站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我們直播 在之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頁 也可以看到後續的節目的播出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談一個 我覺得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談起來感覺很有趣 因為我們的來賓其實非常會表達 一些意見跟想法 但是其實談起來又很心酸 這是一個原住民土地證明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 是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的成品人 雅伯書友來跟我們一起談 雅伯書友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談到說 其實原住民的這個證明的部落 其實現在看得起來只有 真的馬下對不對 還有包括這個阿里山 其實在每一年的7、8月、9月 都有一個地名一定會出現 叫做人愛鄉、信義鄉 所以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按照 中校人愛、信義、和平、光復之類的名稱 來去命名的嗎 差不多還有復興嘛 還有復興 對桃園的復興鄉 剛剛那個主持人提到 其實我們也在想好像缺一個中校 為什麼 不中不孝嗎 還是怎麼樣 他認為原住民沒救了這樣子 然後其他的是我們要仁愛 要和平 OK 要奉行善民主義這樣子 對 其實這些命名其實 現在講起來很好笑 其實蠻悲傷的 就是那個命名的過程其實完全忽略了一個 一個他原來的歷史、發展、文化 甚至他的一個脈絡 而是一種由外而內的 一種由上而下的一種強迫式的改名 在不同的族群 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他其實都給大家取了一個新的名字 完全沒有尊重這個當地人 原來的這種所謂生活跟文化的經驗 我想要請問我們來賓就是 原住民的土地的命名 我們知道每個原住民的不同民族 在命名姓名 自己的姓名的時候 其實都有他自己的邏輯 而且每個族群都不太一樣 那在土地的命名上面 有一些什麼樣的特殊的地方嗎 那個其實在土地的命名上面 其實那真的都是祖先的智慧 他會 像是說有些地名會取那個容易山崩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聽到那個名字 就知道說那個地方其實是不能住人的 像說在阿里山這地方有一個叫做封山的 那個按照原本州族的命名系統 他就是那個地方是不能住人的 那可是後來那個地方住人 結果後來就發生山崩 那在花蓮這地方他們會比較多的是 那個也是說當地一個自然景象的一個呈現 那像說在花蓮封兵有一個叫做港口 港口就港口部落 那他的對他的阿美族的名字叫做水混濁的地方 那就是說他其實就是去形容一個自然地景的狀況 那在我們的秘密進行其實各族都不一樣 像我們這邊有比較多的是說 呃是某些人去過的地方 然後他就以那個人民來作為紀念 所以早期的我們說我們在記歌裡面 常常會一個老人家可以講出那種十幾代 二十幾代甚至上百代的事情 都是因為那些都是祖先曾經做過的事情 或者曾經去過的地方 那可是現在被改的這樣面目全非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我們會忘掉 我這邊再舉個例子 像是說快樂的樂 然後野外的野 那有人說為什麼叫樂也是 然後後來我們就自嘲說 因為我們是快樂的野人這樣子 那可是在我們的族名叫做Lalauia 就是那個地方叫做Lalauia 那個Lalauia的意思是在州族的意思是豐野的意思 那所以Lalauia是指很多豐樹的地方 那就表示說那邊以前就是有很多豐樹 那可是你按照中文的意思來看 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那像是說有像是我們的Tobuye Dabangu 那些都是傳統的家族的名稱 那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目前的這翻譯方式 我們其實會摸不著頭緒 嗯 對 那其實特別剛剛提到說 每一個命名其實都有一些祖先的智慧在裡面 甚至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的命名 知道它過去的歷史 甚至它曾經面臨過的災難 以及它可能發生了戰役 或者是當地的人文地景地貿等等的 這種所謂的風土民情在裡面 可是這種改名的方式會使得變成是一種命目全非 其實包括原住民的姓氏的改名 也面臨到類似的問題吧 就是在過去也曾經看到是同樣的一家人 但是它可能有不同的姓氏 而彼此其實好像是 呃 感覺像是不同的這個家庭 其實他們是同一家人 對嗎 有 這個剛剛主持人這邊提到那個 其實比較嚴重的是 像是說早期因為他們分散在不同的部落 對 後來在互證登記的時候 他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在同 就是有沒有在同一個部落 就導致說同一個家族的 他們可能有些人姓城 有些人姓管 那結果在那時候比較 我們聽到比較難過的都是說 因為他們 我們說就是來到台北讀書或工作 然後就是男女嘛 然後就交往 然後最後面要結問的時候 發現他自己是表兄妹 甚至是對 甚至更親這樣子 那那個就變成說不能在一起 那這個都是在過去都真的有發生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在命名的時候 像是我們自己的家族 就是我自己是 然後我的家族名稱是Aguiana 那可是我們的家族卻有三個姓 一個是姓城的 然後一個是姓梁的 一個是姓朱的 那是因為我們的族群 因為我們目前族群都還很明確 知道是哪幾個家族 那可是比較大的一些族群 像是說阿美族的 像布農族的 他們如果那個命名系統 沒有回到原本的這種方式的話 他們會真的是走出去 都不知道誰是誰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除了悲傷 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 這種外來的強制的命名 把原來的親族關係 其實是整個的 非常強烈的這種所謂的拆散 甚至就是愛情的部分 其實也面臨到這種非常莫名其妙的 這種感情的問題 也面莫名其妙的這種外力的方式來做 因為當時的命名 他們姓朱姓陳 姓王姓吳 他有他的邏輯嗎 還是這個統治者決定你姓什麼就姓什麼呢 有些這比較好玩 是有些是用音的 用聲音的 像是說我們的 我們州組有一個叫溫家的 他的音叫 所以他就說那你就叫溫 然後有些是自己去選的 像是說我知道像台東有一個姓蔣的 蔣家的 因為他們是頭目家族 那時候去互證登記的時候 他說你們要登記什麼姓 然後本來用音譯 他說不要 你們這個政府最大的頭目姓什麼 他說姓蔣 好那我姓蔣這樣子 有這種的 然後有些是像賽下族 他們是比較 比較故意 應該說故意 他們會去選擇那個漢姓沒有的 所以你會看到姓風的 姓血 音譯的血 他們是故意去找那個 我們在那個應該叫百家姓上面 找不到的姓來作為他們的姓來 這樣子 他們比較識別 那個是我們賽下族人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再補充就是說 其實比較有意思的說 其實各個族群的命名方式 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 對於整個未來 對於宇宙的一些想像 那說在 在我們說在高山的民族 像是說布農族 州族這些 我們都會用家族來命名 是因為那個我們整個聚落 都是家族家族為單位 那在泰雅族的系列的話 他們就是布辭联名 就是說小孩會跟爸爸的姓 爸爸跟 然後再跟孫子這樣子 慢慢的這樣一個一個順下來 這樣 所以我只要知道 我今天知道 孫子的姓 我大概可以推到他爺爺叫什麼 對 那泰雅族是這樣子 那在 阿美族的話 因為大家就是 他們那個母性的母性 不能完全說是母系社會啦 不過他們女人的階層 在他們社會地位佔的比較高 所以他們 對 他們的姓氏的歸納 全部都是要回到媽媽那地方來 那這邊 那時候最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在達悟族 達悟族他們是 完全是對於這個 因為 一個海洋民族嘛 他們是純粹的海洋民族 他們會對未來會比較抱有 一個期待 或者一個想像 那所以他們在命名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他們的命名 一個人一生可能會改到四次的名字 嗯嗯嗯 對 他們就說我可能 我 我還是單身的時候 我的名字叫做陳敏元 那 我 呃 然後如果我變成爸爸的話 我會變成那個 如果我的 兒子是 呃 像瑞澤好了 我會覺得 我的名字會變成 陳瑞澤的爸爸這樣子 然後我的 我的爸爸 我自己的父親就會變成 呃 陳瑞澤的爺爺 對 他們就是他們的名字一生都會經過 最起碼會有三次到四次的點根 那就是說他們 其實可以明確之後 他們就是在期待未來 在期待未來的小朋友 然後能夠順利長大 然後對於未來就是對於世界的一種想像 嗯 其實包括漢仁自己 對 就包括漢仁自己在命名的時候 其實也都有他很多的期望嘛 或是很多的排行在裡面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族群 在命名的時候他其實都有他自己的文化 跟背景 沒錯 可是我們強加把一個族群的命名的方式 強加到另外一個族群的 真實上是一個非常暴力的 這樣一種做法 哦 我們知道原住民的 這個是關於姓民的這個證民運動 也推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包括我們知道 呃知名的導演 馬耀比厚也拍了非常多 有關於把名字找回來系列的影片哦 現在這個證民 我們看到還是很多人還是比較 喜歡維持原來的這個漢民哦 那在目前的這個所謂原住民的證民的部分 呃他的推動的如何 還是說 還是有些人還是堅持說 我原來的漢民就很好 因為我比較能夠在漢人的社會裡面生存 而且大家也比較習慣 對 的確是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他因為 因為改了名字 或者是說回復到 因為我們其實在 除了說社會的一般的 可能還是有一些偏見之外 嗯 就是我們在第一時間去改名的時候 就會面臨到非常多的困難 嗯 像是說我們自己 就是說我 因為我們 這是 呃 州族的 布農族系列的 我們的名字其實是 羅馬拼音是非常長的 像我叫亞伯水恩 對 那這樣子搬起來的話 再加上家族名 那根本在 我們目前的 目前的身份證上面是沒有辦法做的 因為格子不夠寬嘛 對 格子不夠寬 所以我們那時候看到最誇張 就是說他 呃他的那個名字那一欄是寫建紀事欄 嗯 哈哈 他建紀事欄 那 這個除了說在 呃 除了說在那個護政機關這邊受到刁難 然後甚至是說 有些人沒有辦法去理解是說 呃 我我我去改成這個名字之後 那其實對我 對我生活沒有變得比較便利 因為現在的社會裡面還是大部分都是用現在漢性為準 那就是說他會 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像是說你去買杯咖啡 那你叫什麼名字 呃 我就說我叫亞伯水恩 然後 那亞先生 呃不然就是什麼先生這樣子 那 因為現在的 因為我們的整個國家對於說所謂原住民族這一塊 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都是不認識的 就是說到底台灣有多少族有甚至是台灣有多少族群 你隨便抓一個路人來可能也是一問三不知 那 更何況是說我覺得目前的這個證明制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這個目前的命名就是我們改名子還是要回到中華民國的這個護政機關 那如果說今天的這改名能夠回到部落的話 我想這個問題勢必而言會變得比較少 因為目前的這個改名的方式都還是以個人為準 就是說就好像是說你今天就是個體 你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去決定就好 那問題是我們的就是就我們周祖而言我們的小孩子的命名 那個不是父母給的 那個都是由部落裡面的長輩奇老們他去命名的 那你今天要去決定這個名字我要改不改 那我自己決定是就完全不符合我們自己族群的這個倫理規範的 那其他族群其實都有差不多的狀況 那還有就是剛剛說的可能我改了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的小孩都沒有改 那這個又要算誰的 所以其實目前的這個制度還是都是建立在說你要改名你去改名 可是都還沒有一個我們講說一個族群的思維在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說所有的東西都要回到族群來做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產生這麼多這種奇怪的問題 其實這種回到族群來說也是某方面的自治嘛對不對 對對對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當然啦就是說一個一個來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說要推到那個頂點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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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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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的終點 那我相信有很多甚至是說自己的族人也不理解說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可是我們就只能就一步一步的就是說證明的部分能夠回到族群這地方 那就教育的部分就經濟的部分就是一步一步來 那未來才能夠達到我們所謂的終極的目標就是自治這一條 今天非常謝謝雅巴書用來告訴我們這麼多非常重要 而且是很多即使是住在台灣的人都不知道台灣的故事喔 可是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人移民到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的人要怎麼樣去共同相處彼此尊重 或者是把不同的主體都能夠展現出來 而相互的觀看相互的學習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今天就只能跟雅巴書用來反問到這裡 希望下次有機會來繼續跟你談相關的議題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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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謝謝 我們下禮拜再見 我們下禮拜再見 打算簿 一首兩天